如今夜市大排档里最闪耀的宵夜霸王 莫过于一份热气腾腾的小龙虾再配上冰啤酒了 中国人对吃小龙虾的热爱 据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研究 已经形成了超过2600亿元的市场 这个规模大概是中国电影票房市场的四倍 没想到拍电影还不如卖小龙虾赚钱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小龙虾作为一种20世纪才来到中国的外来物种 真正登上餐桌 其实历史也就30来年 我们所说的小龙虾一般指的是客室圆熬虾 原产于美国和墨西哥是当地长线的食材 1983年还曾被选为路易塞纳州的代表动物 而由于小龙虾繁殖能力非常强 生长迅速 而且命运可以忍受无水旱季长达4个月 甚至可以在脱水环境跨越10公里寻找栖息地 所以在20世纪初被日本人看中 引进到日本神代川县连仓式养殖 主要用来作为食用牛蛙养殖场的饲料 而小龙虾进入中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时 被日本人引进到南京一带 目的是作为饵料还是观赏物种 不得而知 可以肯定并不是用来吃的 但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 以及毫无天敌的环境 小龙虾很快沿着江河水系攻城拔寨 遍布江苏浙江上海湖北湖南安徽山东等 广大地区 然而人们对于这种入侵物种的感情 还没有进入到吃它的阶段 有时还把它们当成害虫处理 因为小龙虾会伤害鱼苗 甚至破坏田狗 直到60年代才开始了相关研究工作 试图搞懂这小家伙有什么价值 经过不懈努力 到了80年代 人们终于搞懂了 可以吃啊 于是小龙虾从此开始进入中国人的食谱 1990年时 已经成为湖北安徽江苏大牌档中的常客 一方面使得无限繁殖的小龙虾得到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第三产业做出杰出贡献 为了应对这样严酷的生存环境 小龙虾也在适时不断进化 至今已进化出13香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 蒜香小龙虾 油门小龙虾 白灼小龙虾 乃至小龙虾月饼 小龙虾汉堡 小龙虾盖饭等等无数种类 2000年江苏须一线举办了第一届小龙虾鞋 更是让小龙虾声名大噪 虽然在瑞典和美国也有同款节日 但是耐不住中国人还要建一个小龙虾博物馆 已让小龙虾在饮食行业外的文化行业中继续发光发热 如今在当地 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 从事着小龙虾行业 虽然需以小龙虾名号震天响 不过江苏的小龙虾在湖北小龙虾的庞大体量下 也黯然失色 按2018年的统计数据 湖北小龙虾养殖面积高达544万亩 是江苏138万亩的四倍 同时湖北也是最早养殖小龙虾的地方 甚至学校里开设了小龙虾专业 前江还被称为小龙虾之乡 在这样的小龙虾大潮下 曾经产量占世界90%的美国 迅速没落成了弟弟 而中国的产量 则被吃货们怼上了世界70%的占比 够吃了还出口 小龙虾又为中国外汇储备 做出有力贡献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微博东力史 感谢关注并转发我们的原创视频 零视频APP等你下载 请关注微博东力三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二 四十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